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传闻江子牙晚年垂钓于渭水之滨 周文王出巡来到此处 发现江子牙的鱼钩是直的 就问了 哎 钓鱼应是弯钩 为什么你的鱼钩是直的呢 江子牙答说 愿者上钩 周文王认为江子牙暗指他在钓鱼 其实是求贤若渴的自己啊 两人经过一番交谈 周文王认为他就是从太公坛府起 就渴求的贤才 因而说 先君太公曾说 将有圣人到来 让周兴盛 说的可就是你吗 吾太公望子久矣 江子牙因此有了江太公 太公望的称号 周文王亲自将江子牙请回都城 拜他为师 尊为师上赋 江子牙此后受周文王重用 并在周武王继位之后 继续辅佐武王发咒 消灭殷商 一统天下 太公钓鱼 愿者上钩 成为歇后语 比喻心甘情愿 老师 那江太公钓的是鱼 我们钓的是梅 一样都是愿者上钩啊 对 人家上钩之后 人家心甘情愿吗 是 江子牙前半生生活潦倒坎坷 靠着编竹篓卖面粉为生 也曾开过饭铺 卖牛马猪羊为人算命 却都不能长久 妻子马氏看不起他 最后也就离开了他 江子牙显跪之后 马氏请求复合 江子牙弄了一盆水 倒在地上说 赴水难收 既定的事实很难再改变 老师 赴水怎么会难收 你看看还原基本法 这部电影我也看过 好像说的有道理 周武王讨伐周王胜利 开启了周朝的天下 却不知道该如何对待殷商移民 江子牙建议 喜爱一个人 连带喜欢他屋顶上的乌鸦 若是讨厌 则连围栏都看不顺眼 周公说 那就让他们继续过原本的生活 不要有太大的变化 并多举用贤德之人 武王认为 由此广阔胸襟 才能平定天下 就采取了周公的意见 江子牙所提的 爱人者兼其乌上之乌 就演变为成语 爱乌即乌 比喻爱一个人 要连带关爱与他有关的一切 江子牙为周朝建立了 完整严密的政治体系 也为国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精通兵法谋略 也能领军实战 六涛就记述了他的军事思想 历代著名的军事家孙武 鬼谷子 黄石公 诸葛亮 等人都吸收了六涛的精华 发扬光大 进而在历史上名垂不朽 江子牙受封齐帝 五个月之后 向周公回报齐帝的情况 周公问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江子牙回答 我简化了君臣礼节 一切顺着当地风俗 因此齐国很快就步上了轨道 周公的儿子 周公的儿子伯秦 受封鲁帝 三年之后才向周公回报 周公问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报呢 老师三年也还好吧 我们台湾前瞻计划要四年 四年 他四年最好做得出来 博秦回说 我改变当地的风俗 革新礼法 至少得花上三年才有成效 因此回来晚啦 周公叹道 诶 政令只有平和一行 百姓才能够安居乐业 国家才会长久啊 相较于薄秦 江子牙的政策 才是真正的良方 江子牙主张 在位者应该行德政 不能为己害民 人民才能与国君同舟共计 让国家日益强盛 正如六涛中所写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 乃天下人之天下也 江子牙在民间 有着神仙的地位 其人尊称他天奇至尊 道家故事当中 江子牙已经修炼圆满 升天成仙 明代小说 风神演绎 则把他纳入神仙之列 历代皆有人为他兴建寺庙 供后人瞻仰 我是冯一刚 说人解字 我们下次再见